好那这一集真的是非常多人在问 真的但是每一个人的这个能力 跟喜欢球卡的这个程度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特别把它拉出来 所以任君可以去挑选 当然不可能一次用一个影片全部讲完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只要留言的好 这个XL挑选出来 让大家更多人去知道说 哇你的这个见解是真的非常的棒 两位这个拥有实力的这个观众 拿到这个特别版的All-Star球员卡 我们这次要讲的是CP值较高的 100到200块美金的这个球员卡 我这边提供两个 这个是稳定基金型的Kurik跟LeBron James 没错Kurik的RC跟LeBron James的RC卡 200块以下是有找的大学普卡PSA10 大概在200块以下左右 算是Kurik比较少见的这个新人卡 这个应该是这种Hardcore的这个粉丝 才会买的 因为当时的Kurik真的没有被那么看好 所以这个卡的这个量 也没有像其他的这种状元的LeBron James 那么样的多 对相对的LeBron James的这张9.5 没想到吧 150块以下有找 这个真的是 真的很划算 以前记得这张也要500700美金 没想到后面这个鉴定卡之乱 让他这张卡片 快要只剩下150块美金以下 都是不错 而且是未来的这个山羊等级的两张好卡 值得推荐 但是你要说这个涨幅 我就说他算属于基金型的 稳定每一个月 每一年大概成长个5%6% 就值得很开心了 你拿到这张卡片得到的开心程度 可能多过于他会涨价的程度 当然你也可以买这个 PSA9的这个那个Michael Jordan PSA9的Michael Jordan 也是100块美金有涨 但是大家就知道说 这个买的都是回忆 都是无价 当然如果你要买到PSA10的这个普卡 大概就会破到100块甚至到300块左右 所以这个东西你就要去考虑一下 毕竟他是普卡 你要买MJ的普卡 你是要等什么东西呢 大家可能冥冥之中都知道 好 再来就会是新人的部分 我们说刚才讲完基金的时候 我们就来报一下这个股票类型的 这个股票类型的 我们就说是像新人 就像NVIDIA一样 谁是下一个黄董 这个我们简单的看到的这个价钱两个 有一个叫做马卡南 一个叫做苦命南 爵士队的马卡南 你看他的Sparkle 他这个是大器晚成 终于到了爵士队以后 才被人家是看出来 真的是值得围绕着他在建队 而且是这个100块以下的 这个Prescent Sparkle 但是他到底能不能夺换 他三年之后到底有没有这个机会 这个就稍微画一个比较大的问号 因为他身处在队伍重建的部分 他可能是未来寿版的卡马洛 值得信赖的一当家或二当家 那相对的苦命感就是这个年轻有干净 但是被这个Steve Kirk给浪费了一两年的这个新人 毕竟之前是勇士的王朝 所以他打价的部分也是在100多块的这个排回 我在讲是比较低价的版本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入手 但是他最大的风险就是他浪费了一两年 每个人都知道新人浪费个一两年 就等于年轻的姑娘18岁浪费了他一两年的青春在渣男身上 好不是说Steve Kirk是渣男 但是事实真的就是这个Kominga因为勇士队的王朝 浪费了他新人培养的这个年纪 所以他的卡价稍微是在100块左右 他能不能到200他能不能到300就回到了 他是不是未来的基石或者是二当家 我觉得这个200300对于这个勇士队的庞大市场 其实CP值还是挺高的 好那再来就会是这个300到700左右的这个球员卡 我要提的这两个名字你们绝对会觉得很压抑 这个David Booker跟Tayton David Booker 大家都想哇不是这个是一个是2015T的 一个是2017T的这个选秀热门绿军的希望 一个是太阳的这个得分高手 怎么会沦落到300到700 等一下要报的都是比他们还要再年轻的这群人 哇怎么会输得这么惨 没错之前就跟大家讲说 选秀要看三年 三年的当下其实不是他们的能力不好 也不是他们的这个受欢迎程度不够 而是市场就是厌倦了 所以卡价不代表他们的球员能力 而是市场喜欢新的这个item新的目标 多过于这些已经是NBA能面的这群player 所以Tayton跟Booker 其实我觉得在未来的三年 一个会是在大概28 29岁 一个是30岁 Booker会到30岁 真的会是到他们最prime的这个年龄 尤其是Tayton 已经扣在这个冠军大门 已经扣了一次 所以在他的经验当下 虽然市场已经厌倦了 但是他能不能再为赛军 拿到下一个总冠军 都比其他的现在的目前的新人 机会还要大 所以他只要拿上冠军 哇那就会直接回到了 跟Yanis的这个卡价的等级是差不多的 等一下真的是没有Yanis Yanis已经拿到了冠军 CP值比较没那么高 再来就是Booker 他的得分能力跟这个门面 真的是不用去怀疑他 但是就是卡价 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太阳 要拿到这个总冠军 真的是感觉好像比登天还难 但是他至少在能力上面表现 还有他现在打这个控球后卫的表现 真的是让大家都觉得 一直都有在成长 只是他能不能转队 或者是太阳能不能补强到一个 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境界 你看嘛现在才300块700块 最多1000块 当然在讲还是这个评价容易入手的 但你看以他的这个 这个NBA地位 真的是有点稍低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 如果他像是中诚哥那样子转队 或什么样子 他的卡价是一波 会能够有一个热潮出来 再来就会是这个新的1T 2018T还有2020T 2018T就是SGA这个MVP大热门 哇他的卡价今年真的是翻倍翻倍在跳 原本应该是一个四五百块的东西 现在都达到了1000多块 而且他目前是25岁 那Halliburton打球是非常的有灵性 再加上Anthony Edwards 已经当上了这个狼王的Tain Leader 这三个人的T次是算是同一T 他就around在大概700 900 然后到1000 然后PSA 10 会到2000左右的这个目标 所以大家都会说他们真的可能是未来再加三年的话 SGA28岁 Halliburton跟Amman大概就2526 所以那时候SGA也许是跟Tayton跟Booker在那边争冠军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你再加三岁 Curray都38了 这个LeBron应该 所以这个大家就可以算一下数学 自己去加一加以后 想象三年后的这个体态 我们再讲这个CP值 大家就会了解 为什么我会把它排在700块到2000块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去斟酌的感受一下 未来的Tim 雷霆队好多选秀千 Avers他虽然的这个personality是非常的好 大家都愿意跟他打球 但是这个灰狼队的薪资即将要爆炸 Halliburton打球的零性是非常非常的够 但是这个Pacers到底愿不愿意再花更多的钱去把他的二当家找到 SIAKA到底能不能打到像是他二当家的等级 也真的是完全直接反映在卡架上面 比Tayton还有Booker 期望性还要高 但是过了三年以后 总是只有一个总冠军 三个人总是会有两个人让你失望 这个就是现在目前Tayton跟Booker的处境 年轻就是本钱 永远都有希望 这就是卡架所放上去的期待值 也大家去了解说哇1000块到2000块左右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球员SGAHalliburton还有Anthony Edwards就是在看三年之后雷霆马赤还有这个灰狼能不能敲到这个他们各自的分区总冠军那就算是对得起他的卡架那也会撑住在那个地方撑住到现在这个卡架如果他撑不住就会像刚刚前面那两位 稍微有点对他失望前面刚才这样排了100块到500块到1000块到2000块 再来就是要介绍这个1000块到3000块的这个独角兽 这一位人就是LucaDontage 不管是在年龄或者是球技能力都是非常非常看好在三年内能够问鼎总冠军的这一位 他的Silver从之前7000多块美金现在回到1000多块来盘整但是他的RC Auto一直都品项好的都在两三千徘徊左右 所以你可以去挑选说LucaDontage可能品项比较不好的也有1500 2000的 但是如果品项超过9.5的或PSS的应该都是3000以上 这个卡架就反映出期待他的GOD真实的存在 因为毕竟他的数据真的是非常的吓人 尤其是这一次的补强 他不管是在中锋或者是防守上面 得分上面都有补强 非常多的球评都觉得他们后市在西区会是一个强势的禁律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这个闲钱你说1000块3000块对我是适合的 我期待他能够达到2000块到6000块左右 是有可能的 在LucaDontage如此年轻的年纪到了三年之后不到28岁 相对的会让大家有非常多的想象 好到了3000多块之后就有两位人可以让你挑选了 这两位人大家就知道开始进入四神汤的这个两汤 一个是Curry 一个是Lebron James Curry的这个RC签名从3000到5000 Depends在你的卡下 那Lebron他的RC可能会比较贵在5000左右 但是他的这个一般的签名卡有到3000 4000就可以拿到手有跟大家分析说Lebron James的签名卡真的未来就算是他会签也觉得不会签的太多 Lebron James的卡价的地位目前还是高于Curry的好 因为Curry的签名可能签的相对的比较多 还是一样回到的是你到底是喜欢哪一个球员 那Lebron James他当然就是在历史上面的成就 还有他即将会拿到4万分的这个可能性是相对的非常非常高 那Curry大家都会老嘛 以前三分可能400多克到现在可能就没有到200多克就可以了 这个大家要去想象一下 市场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疲劳感 所以3000到5000是这样子的去选择 接下来我们要去介绍的就是Coby Bryant 那Coby Bryant的签名音乐非常非常多 他的选择也相对的是非常多 所以在系列还有选择上面自己就要去斟酌 他这个直接的签名 然后没有鉴定的大概是在1500左右 但是如果你今天只要鉴定的就是清签的话 可以到1800可以到2000可以到2500 回到的都是选择还有限量 但如果你今天是比较特别好的选择或限量10张 然后在9.5的话他就上3000 3000块左右对比以前这个Coby-19 1万多块的这个可能性 嘿大家就知道真的Coby的9.5在家有限量在家好的选择 真的也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基金 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参考 当然你想要直接去入手他这个RC卡片的这个Refractor 这个也是可以啦 但是非常非常贵的抠抠 好那再来这个上去的就是1万美金 因为当然我说5000到7000 这些东西就是range都很大 然后LeBron James的RC Kerry的RC都有到5000到7000的都有 那今天要介绍的我认为最目前最保值也是我们这个整个NBA的goat 就是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穿的公牛队的这个签名 大家估计好像不超过1万多张 然后9.5的应该不超过3000多张 所以我们在看eBay的时候 真的每一两个月才会出现一个9.5穿公牛球地的Michael Jordan 之前COVID-19大概在2万2万5左右 现在全面跌到1万块左右 甚至到1万块有涨 1万块美金有涨 我们会说这个 这真的是这个球卡界的这个比特币 当然你想要go for这个真的很贵的 这种16万美金他的这个Flear1986年的这个Lookie Cup 那当然我今天我就不好讲这个 因为真的是那是有钱人的世界 我自己都收不起 或者我对于那张卡片没有那么喜欢 但是在Michael Jordan这个签名当下 只要是选不好 千基是蓝的没断水 哇那我觉得真的都是CP值非常值得收藏的 只要是你拿得出MJ的Michael Jordan公牛队的签名 我相信每一个男生都是对你是至高无上的这个重样 还是一样重申 没错这个MJ的签名是白白种 但是他是公开发行Michael Jordan这个亲笔签名 而且被鉴定过就是一个流行的这个通用货币 所以这个简单的这个逻辑提供大家去参考 那以下不去提这种已经拿下MVP的Joker啊 或者是Yannis啊 或者是MB 相对的CP值 他他就是一个登顶MVP的概念 所以他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未来的期待值跟潜力值 就可能相对的没有那么的高 好以下希望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你们想要拿到杂志的话 以下你就留言我要XSL的这个LSTAR特刊版 然后我们就会随机抽出 那如果你想要参与的是以实力获胜的话 那就欢迎你用你的创意去用同样的逻辑 或者你告诉我说你有不一样的逻辑 然后我想要留言告诉大家说这是我的看法 只要是XSL选中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变成是另外的短片 然后甚至谢谢你我们把这个特别版的这个LSTAR全卡寄给你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发言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老婆不要看 我们下次见 期待